有家长问孩子上小学了推荐玩什么游戏 还有家长说孩子上幼儿园 数二成型玩的可好了 那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哪些游戏不适合孩子玩 咱们先确定一下孩子的年龄 以ESRB年龄分级为例 分别是全年龄 10岁家 13岁家 17岁家 还有18家 下面举几个例子 现实中可能和各位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以知名游戏战神系列为例 从战神1到战神5都是17家 其中战神4和战神5还好点 因为内容包含了血腥 激烈暴力和粗俗语言 如果你觉得孩子目前的年龄能接受这点 可以让他玩 但是战神3除了包含以上内容外 还增加了裸露和色情 再比如新游戏使命召唤 现代战争3 以及现代战争2 这两款游戏的年龄分级都是17家 因为游戏内容包含了血腥 激烈暴力 粗俗语言 挑逗性主题 以及使用药物 有人说这种游戏是有点暴力 咱们看看Switch游戏 塞尔达传说 幻语之西和汪国之类 这两款大作都是10岁家 因为内容里面包含了幻想暴力 酒精饮料 以及轻微挑逗性主题 连塞尔达都不行 双人成型总行了吧 应该算全年龄了吧 No 不是 双人成型是13岁家 因为内容包含了动画血腥 喜剧恶作剧 还有奇幻暴力 国外这些游戏都不行 那国产游戏总行了吧 下面说几个咱们喜闻乐见的 和平精英是17家 王者荣耀是12家 元神也是12家 就连贪吃蛇大作战都是12家 那到底什么游戏才是全年龄呢 比如NBA2K24 足球非法23 地平线5赛车 马利奥兄弟优豪华版 这种类型的游戏都是全年龄 像街霸2 极品飞车 神秘海域 这种游戏都是13家 古墓丽影重启的三部曲 都是17家 作为家长的你都了解了吗 不论是手机平台 游戏机 还是电脑游戏 都是有年龄分级的 你们知道 哪个游戏平台 全年龄的游戏多 哪个平台成年的游戏多吗